來 開始錄囉 來 我們看第七題喔 第七題題目說什麼東西呢 他說 AB 在那個數線上面兩個點 特別代表 12 跟-6 請問你 AB 的距離是多少 這個題目其實不難 但它是基本題 你要會 我們看怎麼做這個題目 來 畫數線 就是畫數線 對 我都一直畫而已 好 第一件事情來看這邊 A 代表 12 所以這邊畫一下 A-12 你不用 我講實在話 你都真的一直一個一個畫數完 不用 好 再來看這個 B B 是多少 B 是-6 好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題目說 AB 的距離 來 看這邊 我們用這樣寫 你們說有沒有做過這個符號 有 沒有的話 記一下 注意看喔 有的話 再聽一遍 這邊指的是說 AB 上面一條線 就叫做線段 AB 或者變成 AB 線段 那它的意思是說 A到 B 的距離是多少 那怎麼算咧 很簡單 其實是怎樣 大的減小就好了 所以是怎樣 右邊減左邊 12 減掉 負6 負6 看到嗎 看到嗎 好 那因為很奇怪 我想過吧 很奇怪怎樣 加 這答案變成 12 來 負負得 8 變加6 這答案變成 18 這個問題答案 二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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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半個這不算 半個這不算 那就直接寫12 八個 那是因為題目講的才知道 好 第二條題咧 他說 呃 一個是負2 一個是負11 也是一樣 畫個減條 來 負2在這邊 負11在這邊 可以請問你 距離所長距離 一樣是大減小的對不對 所以就 負2 -2--11 然後很奇怪加括號 所以給我變成了-2加11 請問你-2加11是多少 9 所以大家就等於9 好這個禮拜寫上去